互发心 不惜神明 于一切发了 不生互诽谤 这个比什么重要 决定不造帮发的罪 世间发更不发 世间发 法律 纵然这个法律不善 有对人民有不利的地方 也不能毁谤 为什么 我们要对尊重立法的人 不要去批评 不要去毁谤 这个法与人民不方便 过几年一定会修改 佛弟子 在这些地方 修人如波罗民 纵然这个法对我们很不利 我们也不毁谤 这个地方不能弘法 佛法跟这个地区没有缘分 别的地方有缘分 到那边去 哪里有缘 哪个地方先去 将来这个地方缘成熟了 再来 决定不要勉强 永远横顺众生 随其功德 普行菩萨交给我们的 写在深远里头 华言经上说得很清楚 菩萨不修菩萨不修普行心 不能成佛 那菩萨要成佛 一定要修普行心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测识资宗 就是修普行 你看我们这个经 第二品 得尊普行 说明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人不修普行心 所以未陌生就是 把普行行允许 最后的这一句 第四十句 普行菩萨 设大愿望 道归极乐 这一句抽出来 附在净土三经的后面 成为净土四经 很有道理 诸位将来看到有净土四经 你就晓得那一句 是为陌生 为云 也是做会计本的那个人 是他 提出来的 道明国初年 应光大死 又将楞严金里头 大师至菩萨念佛原同彰 这一章 附在四经后面 成为净土五经 五经是这么来的 还有没有需要再有负的呢 没有必要了 圆满了 普行平 行命平 附进去 是净土 金里头的意思 无量受尽 得尊普行 大师至菩萨愿同彰 最终要提供念佛 指导的方法 度尸流根 精念相机 一佛念佛 现前到来 必定见佛 一佛念佛是因 见佛是苦 精念三佛念佛 深信因果 不是指别的因果 就是指这个因果 所以要发护发心 发护发心 绝对不能帮发 与邪法 什么态度呢 佛教给我们莫兵 不说话 不赞叹 就行了 不要毁报 不批评 不表意见 是大愿望里头 讲得清楚 一切善法 一切正法 要赞叹 宗教里头 真教 没有教人 行不善意 教人 来生的人生 来生生天道 这都是好事 都可以赞叹 都可以赞叹 所以 决定 没有毁谤 没有批评 我们把这个意思 我们把这个意思的隐身 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可以赞叹 厨师 都可以赞叹 都可以赞叹 不毁谤 不毁谤 要学厚道 要学有不忍人之心 一定要知道 正法 正法在我们今天 这个时代 衰微了 衰微到基础 今天人相信写法 不相信正法 你要提出正法来 他的疑问 很多很多 你要很有耐心 给他写他 我在台中一次 看到李老师 我非常受感动 李老师70多岁 老人了 有几个年轻的学生 从台北到台中 来看到老人家 一谈话问问题 三个多小时 我们在旁边 坐得都不忍心 老师若无其事 慈悲到基础 一样一样详细的结束 他们走了之后 老师告诉我们 这些年轻人 在现在讲 高等知识分子 他们之间震了 会影响社会 我们才明白了 老师在台湾 台湾南方北方 慕名的人很多 每一天访问 乐意不绝 跟李老师 见面 有时间 一定是一个星期之前 约会 你当天去的时候 你决定找不到他 他的时间都排定 日中一世 生活非常简单 老师身体很瘦 不是胖 胖个子 瘦瘦的 但是体力 精力非常好 我跟他的时期 是七十岁到八十岁 是你 带着同学爬山 他走在前面 我跟他们说 我也瘦 瘦好 爬山很轻 身体不重 所以我们爬到最前面 老师只有我赶得上他 其他的人都远远落后 我们在山上站了半天 他不再上来 体力好 老而不帅 每一天那么大的工作量 为众生 没有为自己 为众生 是在 极功 畏德 为自己 要搞明文理 那就早业了 那不一样 真正修极功德 夜生 只有一个念头 求生 净土 三宝 加持 比较 智谷 费